2021年6月16号 现在是下午的1点32分 历史悉尼克 我们透过线上的直播 然后跟媒体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是黄子焦 还有导演 还有各位演员们 大家午安 好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由QIO奇想事企业和LINE 台湾LINE TV联合出品 他们说这是全台湾第一部直视的 用手机看直视的微想剧 叫做爱德奥特莱斯的Lover's Outlet 那么它是比照电影的高规格制作 然后大家看到 我左右上下的这些演员 都非常的优秀 很青春 许多也都是在这段时间 受到很多观众喜爱的 新世代的偶像 那么剧情呢 它有一点爱情 有点喜剧 那当然还有一点悬疑 所以在看过程里面呢 除了觉得有趣 然后深入这个校园之外 还可以透过你的动脑去推理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这样子的逻辑呢 跟规格就是直视 短影音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那么同时呢 在整个行销上面 也结合了LINE的生态圈当中的 10项服务资源来挹注 从线上串流到线下 那么整个整合官方账号 也变成是一种行销的工具 可以说是开启了 台湾的这个影视产业的 一个新的风貌 那么团队也非常的坚强 我们先欢迎安导演 安导演 大家好 欢迎票房的导演 超厉害的 同时呢 整个团队还打造了 3D的公仔滤镜跟贴图 6月17号就会跟大家见面 那6月17号也会在中午的12点30分 会开始播 诶导演好像明天首播 是一次播六集 对不对 哦 是的是的 OK 那之后呢 是每一天播两集对吗 对就是只有假日没有 但是一到五就是每天都有两集 明白 所以明天呢 观众朋友可以一次看六集 接下来一到五中午12点 是各两集 LINE TV LINE 贴文串 独家播出 那稍后我们会让所有演员 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江宇 江宇你有演这个戏吗 我吗 对你的造型 你的造型跟戏里面完全不一样 我演的是陆文 我知道啦 我只是今天看你很时尚 好你好江宇 我是陈柏林 好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 终极版的预告 待会再跟媒体朋友分享一下 我看过的心得 还有所有演员 参演的心得 以及导演为什么要做 这么创新的创作 请看终极版预告 请帮我们playVCR 我猜你遇上的 就是商学院的女神附近学 还好吗 家事成绩都是本校 中的高 想要追他的人 都排到校门外面去了 欢迎光临爱的奥特莱斯 保存期限一个月 保证见效 这真的不是梦 我十八年的单身生活 要走入历史了吗 滚开啊 事先自己不够丢你 来就来啊 谁怕谁 对不起兄弟 停 大家 小川 从以前就长得这么帅吗 是不是很厉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那些文章说的都是真的 你还会喜欢我吗 请问你凭什么指望我 之前说好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 结果是谁自己藏了一个最大的秘密 到底要选哪一个呢 到底要玩弄我们到什么程度 你可不可以 不要跟我抢肉购 你最近为什么都没跟静水在一起 你真的在乎吗 我跟朋友相处都变直了 你干嘛 这位客人你别考虑太久了 时间是不等人的 用那种方式得到的爱 是错的 那你就错了 我从来不卖客户不想要的东西 未来失去自己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一起来拯救所有人吧 不要克制自己的心 人生苦短啊 耶 来自己在家拍手 看我们VCR一张都要有掌声的 附梦伯 那个时间是不等人第一 那场全转的那个俏皮 有没有觉得很尴尬在拍的时候 蛮尴尬 因为那个就只能直的 所以到时候走位全部都延伸成 一直转圈圈 了解 辛苦了 来我们现在要好好介绍 这部戏 没有买不到的爱 只有你敢不敢换 拿你的一个优点呢 到爱德奥特莱斯去换爱情 这个非常奇幻 那每个角色都很有发挥 那当然我不用换 因为我真爱已经在身边了 爽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每个角色 来 首先我们欢迎特别出演 傅孟伯 来介绍一下你的角色 哈喽 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演员们大家好 我是傅孟伯 我在爱德奥特莱斯里面 饰演Paul 一个很奇怪的 有点疯疯癫癫的业务员 是 他们贩售 爱情 对 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帅 从都帅到尾 然后根本是在做一个新西装秀的展示 换了很多套帅气的西装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 特别出演宋伟恩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宋伟恩 赵哥好 你在里面 刚 我今天起演的角色是Sam 他是学的前男友 他是一个控制狂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 然后不择手段的角色 嗯 这个 伟恩这个角色很浮夸 你要有很多很over的演出 这个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过程 让你觉得很很特别的 或是很纠结的 我觉得纠结的地方是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都第一天见到大人 嗯 嗯 我对柯英轩之前在其他商业合作上面有合作过 嗯 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其实就要把自己全部都洒开来的去 去玩那个剧情里面的东西 可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干 不是有一点是非常尴尬 而且很害怕大家就对我的第一印象就会是那个样子 嗯 前面有跟葛英轩碰过面了 所以他就有帮我跟大家说 算我们不是这样子 OK 对在戏里面其实伟恩算比较偏反派的 比较负面的角色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所牺牲 没事了 我相信粉丝还是会知道你真实的状态 好 欢迎两位特别出演 接下来欢迎男主角姜典同学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典 这样 然后这次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是左右合 然后又合是用自己用自己成绩 然后拼上一个充满高富帅的一个顶尖大学 这样 然后但是他个性木讷 然后不太善于就是跟别人交集这样 嗯 然后可是他居然在第一天就爱上校花附近学这样 对这个母胎单身的角色看我现在看你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人你好适合这个角色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乖巧 是吗导演他本人就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他我们在看剧会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私底下其实是比较安静比较文青 然后是另外一种感觉 因为他是电影系的嘛 所以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只能说他演的还真的不错 是而且他可能本质里就有这类型的状态在里面 好待会再来深入一下这个角色 接下来我们欢迎你主角就是被这个 这个又和呢 一进到学校就立刻一见钟情的笑花 向杰如同学 向杰如在爱道特莱斯里面 是演的角色是 可以讲自己是笑花有点不好的意思 不是笑花叫附近学 他就是一个比较高敏感心思很细腻又有很多面向的女生 他其实内心会有很多他的情绪波澜 可是他看起来情绪是很平稳的 所以在看的时候 我自己在理解剧本的时候也会一直在猜他到底是怎么想 蛮有趣的地方 很棒 为什么你的颜色你感觉就很梦幻 你现在的画面 你看像我们都白白的 你是一个就是活在梦幻里的笑花 好符合 你的设备好符合你的人设非常的好 好 谢谢杰如 好 那我觉得线上办记者会蛮好 因为你知道这种人多的记者会 在现场这样站一排或坐一排 一定会有演员放空 你看现在每个人都在镜头内 没有一个人可以放空 大家随时都要保持最佳状态 马上我们来欢迎黄礼峰同学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黄礼峰 然后我在爱道特莱斯里面饰演的是 左右河的好兄弟我叫范小川 然后我的个性就是比较白目 比较开朗 然后很阳光很自信这样 你为什么剃成平头啊 你是有别的作品 最近应该没有在开工 你怎么你看像我们胡子什么都不剃的 你反而是 两个月前剃的 然后刚好那部那部戏拍完 哦 有点长了 希希 OK 因为你跟戏里也是不太一样 好 欢迎黄礼峰 待会我们再来聊你的戏的角色 好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是银轩 不姓谢 葛银轩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葛银轩 然后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的是姚婷 是附近雪的好闺蜜 嗯 然后我在里面是一个特别喜欢八卦的女生 嗯 然后个性也很活泼 然后特别会茶颜暖色这样 嗯 然后自从遇上范小川之后就有 又有不同的 就是起一些感情戏 OK 对这个角色蛮好的 他他当然第一个他就跟在笑话旁边是个闺蜜 但是也有一些些梗在他的身上啊 包括刚刚讲也有可能会有发生出的爱情的火花 而且是一个很主动的女生 现实世界里是这么主动的状态吗 你会碰到喜欢男人你会这样主动吗 不会 真的吗 真的不会 我不敢 真的吗 在家的好处就是立刻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过去 好 OK 欢迎你加入这个剧组 欢迎你加入戏剧界 好 接下来是姜雨 姜雨介绍一下你的角色 当然我刚已经讲过你的外型跟戏里面差很大 现在很时尚的感觉 姜雨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姜雨 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的是陆文 那陆文他就是一个班上的学霸 然后自带神秘感 然后瞧不起其他这些笨蛋同学们的一个存在 对 是一个书呆子 然后很聪明 当然也是一个关键角色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戏呢 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爱情戏 后来我那天看了之后 哇 欲罢不能 你会一直想看 一直想看 一直想看 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谁跟谁的关系是什么 这一切都归功于编剧跟导演 安久健导演 你为什么想拍一部这样的青春戏 当然你不是第一次拍这种青春戏 你这一次发想的原因是什么 爱的奥特莱斯怎么来的 导演 我觉得这个戏诞生的很微妙 因为就刚好去年暑假 我公司有一些实习生 都是年轻人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聊交朋友啊 爱情啊 这些事情 然后 所以你偷了实习生 你就是偷了实习生的故事 没有 就是其实 因为发现他们现在交朋友 两性交朋友 其实都有APP 其实很方便嘛 就是很速成达到 但反而很多人开始 对真爱这件事是有所保留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个东西 你可以按个按键 确认就可以得到一个真爱 可是你要牺牲一个 自己身上的东西 你敢不敢去换 而且这个真爱 只有一个月保存期哦 所以如果结束之后 你就再也得不到了 那这样子的过程 我觉得蛮像大家 现在对于爱 是又敢 又想尝试 又怕付出 所以我觉得 把这个问题丢出来之后 先做了一个梗 大家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想要去看 可是事实上故事 就像焦哥你讲的 我们编排了很多 就是曲折离奇的转折 那我希望是 因为现在大家看剧 都时间非常短嘛 所以希望就是说 因为很多朋友 他们看剧都还会按快转啊 加倍速来看 那事实上我觉得不用 看我们的剧 其实只要三分钟 就可以追一集 然后事实上 你看剧本来要玩手机 不用 你就是在手机上 看我们的剧 值得看 你还可以回讯息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 融会了现在新生代 可能在关剧的一个新的样貌 也就是刚好Line 他们很支持我们 就做了这个创作 所以我其实还蛮幸运的 就是说有了这个好的想法 但是马上有一个好的平台 他愿意帮我一起把它促成这样子 对 对 没错 导演讲的重点 故事也是属于当代年轻人 可能会发生的价值观 爱情观 然后逻辑跟模式也是新一代 像有时候我们追剧 就是为了要看大一点 还得要转手机 可是现在不用它就是直的 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别的事 然后这个整个完全符合 我们现在的习惯 可是导演你过去 比如说你看你追婚日记 你的情歌 它是大电影 它是那个 电影是什么 20几比16 那个比例 现在你是拍一个直的 这样子的概念 在你构思整个画面的时候 应该就得要有一些取舍 因为有些东西 你可能会在镜头外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部分 作为一个导演 来做直视的 有什么样的难题 我告诉你 其实我做直视之后 我超级后悔 超级后悔有这个想法 因为就像刚才傅孟博讲的 其实我发现演员的走位 我们要讲完一个故事 即使故事里只有四个人 我的镜头都要多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写 不然其实横式是很容易 把大家都拍进来的 可是直视非常难 然后直视所有的美术观念 都要全心打破 所以你如果来追剧 你会发现我们很用心的做了很多 可能都是那种挑高的 两层楼高的 然后所以所有的美学 都是从直视发想 所以对我来说 我自己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但是我觉得 其实现代新生代 你像现在台剧真的很精彩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角色 就是希望能在创新里面 所以我找了所有电影团队一起来 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像台湾 他已经得到很多艺术奖的那种主创 3D成艺人导演一起来创造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对 有完全看到导演的创新跟诚意了 比如说这个傅孟博上班的地方 是一个很挑高的很很虚拟的空间 然后这学校呢也有很挑高的 这个整个走廊或者是那个图书馆等等 然后包括他们很多的场景都是相对来讲 可能刻意挑高为了呈现这个知识的 好 我们给导演拍拍手 用心良苦辛苦了 后悔归后悔 但是真的交出一个宇宙不同的作品 请问一下各位演员看过的举手 全部50集都看完的 也没有人看完的 都还没看完啊 所以这里面只有我跟导演看完吗 保密到家 真的啊 OK好那大家可以出去了 我跟导演聊就好了 我没有看过 好吧 那我们就来尬聊 来我想问一下江点 江点因为你这个角色戏份超级重的 那时候接到这个男主角的时候 然后又听到是这样子一个LINE平台播出的知识的 你当时的心情或是期待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去试镜这个角色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我是是什么 然后就跟导演聊之后才知道 哇我是就是男主角这样 那我就想说就是与我无关这样 就试试看 然后结果导演就是之后打电话来说 恭喜你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是先就是hold住两秒 然后就 老天鹅 哭吗 你是有透哭吗 有透哭是吧 是没有到哭 是没有到哭 很兴奋很感动是不是 演艺事业就是终于有一个新的高峰了 这种感觉 对就是可以在一个还是 对的状态就接到又何这种角色 就是感恩的 嗯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兴奋 而且一眼就50集 而且事实上每天这样三分钟真的很方便 大家看戏 但是你的角色因为很重 比如说你要挑战那个三个 籃球 围棋大卫王 现实世界你到底哪一个你比较厉害 嗯 其实我本人是蛮爱打篮球的 但是他在那个 就是里面是一个非常弱小 然后文静角色 然后就装不会这个 然后花了我一点时间 哦就你本来其实会 但你要也不会 这一点反而挺难的 对 哦了解 哎然后私底下的你 就像刚刚导演讲 你有点文青你好像还有一个 IG的帐号是专门做摄影作品分享的是吧 哦是是 哦你多才多艺耶哦 嗯 那你这个戏有什么什么地方有派上你这些才艺的吗 剧照是你拍的吗 我们后面那个 这个这个倒是倒是没有 对对对对 好下次有机会的话 要让这个江点发挥一下他的才华 好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难忘的一场是哪一个 最难忘一场 哦是有一场我跟李峰在 洗澡就是一起就是就是共同沐浴这样 哎你们洗澡有两场啊 一场是很多男人的那一场 一场是你们自己在在你家的 你说是哪一场你比较有感觉 很多男人的那一场 哦那一定很有感觉 那真的是哦 肉脱河流的一个场域哦 整个就是活色生香 不得了 很多屁股 好为什么你特别难忘 呃因为 其实我原本觉得我对 毕有这个 因为我是第一次拍毕有这个类型 嗯 因为我原本想像 其实没有很 没有这么别扭 就是毕竟有点像兄弟 害羞的感觉 嗯 把李峰当兄弟我觉得 嗯 是可以就是做到 但实际实际就是 就是就是脱掉之后 然后再跟他再跟李峰就是非常近距离 然后要碰他身体的时候 呵呵呵 我是有hold一下的 哈哈哈哈 李峰 李峰身材是 还不错的 那个胸肌蛮大的 呃对 李峰其实蛮有魅力的哦 对这个BL不是这部戏的全重点 但是有部分这样的元素 也完全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喜好哈 所以江点有点害羞 那我们就先来问问李峰了 你有心跳加速吗 你们何止是是洗澡 你们还壁咚啊 然后还同睡一张床啊 你们两个还有床系的哈 李峰跟他们分享一下 这几幕你有有难过 哎 其实李峰才是女主角吧 杰鲁你可以休息 哈哈哈哈 来李峰分享一下 那你有你有小路乱撞的感觉吗 嗯 有啊 也是洗澡那一场 因为我们要那个 我们就是要贴很近 然后 然后也要抓拍一些画面 所以我们要试各种动作 所以 所以要 慢慢看 慢慢就要摸头发 或是摸胸 胸部之类的 对 如果刚刚我说傅孟博士 在做西装秀的话 李峰在这部戏的衣服 就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不断的脱掉衣服啊 不断的弄出 不断的展示他的body 你是本来就身材就是你有在练什么 因为你真的身形很帅很漂亮很好看 没有啦 那时候 好啦 因为导演有说这部会脱衣服 所以 所以我有努力一下 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没有到很壮 我觉得 了解好 不过呢整个表现是非常的杰出 那你自己难忘的戏是哪一场 我觉得 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那个淋雨的那一场 就是我也是跟佑和一起在淋雨 嗯 那个淋雨有怎么样拍很久吗还是怎么了 雨很大吗 没有到很久但雨很大 然后 诶 诶 雨是水车嘛所以很冷 然后那天 好像不到10 还是11度 所以是在那种温度 是冬天的状态之下拍淋雨 那真的很闷欸很累 那天刚好宣布是寒流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人真的还蛮惨的 就是非常的对 ok 但大家很温暖啦一直 一咖就会地很多毛毯 然后地姜茶上来 好加油哈 你身为一个马德里的影帝哈 该多付出一点是应该的嘛 ok 继续努力哈 也很开心再次碰到你 我们上次也见过 现在是透远方的关系 突然间发现了 这个安竹坚导演的演艺圈 就这几个朋友了 傅孟伯 黄李峰 还有那谢伯安 每部戏都有这几个人 哈哈 没有太念旧了 太念旧了 ok了解 好 谢谢李峰的分享 那我们要回到真正的女主角 杰如里面你是一个很优雅的 然后就是永远都要这样 嘴唇为张的很可爱的角色 这个进入这样的角色容易吗 现实的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吗 现实的我跟他的差别 其实性格上来讲还蛮接近的 就是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方向性 因为我其实看完剧本之后 觉得靖学有点类似一些高敏感人的特质 所以那时候也有看了一些高敏感的特质的书去 帮助他 高敏感的特质是什么 高敏感的特质就是可能很善于观察 同理心很强 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受或想法 写在脸上 可是他会很走心 所以刚刚有说到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波澜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天秤座女神 这是我跟导演讨论的 因为我帮角色在设定的时候都会设定一个星座 天秤座不会有太表露出他自己现在在生气 或者是在难过或吃醋之类的 因为里面冯李峰跟江典就有很多那种很那个的 就是看了就会 只得吃醋 哪个你没讲清楚了很哪个 很激情的 OK 歪掉了我们这没有到很激情 基本的激 对对那种激 OK了解好 所以呢这个杰如好认真的 还帮角色做了设定 连星座都已经查好了设计好了 非常棒对 那当然在他们激情适适的同时 你又有点吃醋 但又不善于表达 但你又很渴望爱情 很轻的天秤座 然后呢那私底下的你呢 现在疫情期间你都在做瑜伽是不是 对 然后还你去年有出书嘛 那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再写个书啊 搞不好解封之后你又可以有新书了 有默默在累积一些 但是可能还要再多努力 好加油加油 这里有很多的就是创作型的艺人 文青型的艺人都非常厉害 会摄影的 会写书的 都是我们演艺圈新生代 但我很想问你 因为你拍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 像是有有大的电影 对不对 就跟谢金燕也有这种电视剧 都跟很多大咖 那这一次跟这么多相对来讲 这个除了傅孟伯比较资深之外 其他都是同年纪的style 你拍这部戏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就你在进入这个剧组的时候 这个剧组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可能经历或是年纪比较相近一些 所以快就可以打成一片 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一个前辈的感觉 对 就是前辈还是会有那种前辈的感觉 就是那个傅孟伯 但我们其实在剧里面比较没有对到这样 了解 对因为之前你对的可能都是大前辈 什么比利姐 什么谢金燕这种 比较起来傅孟伯都算勇气的了 好 OK 谢谢笑话的分享 果然很有那个气质 我觉得导演你很会选角 所以导演刚刚我们有人提到 比如说江点去试镜 每一个角色你有透过试镜的流程 才找到这些 我觉得他每个人都很适合 导演 有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开心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演员 他其实我觉得这里 这次最特别是演员不是在本社出演 其实就像江点跟左右河个性也差很多 然后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在挑战 可是你在看剧的时候 你是很自然的从那个角色认识他们 所以你可能以为这个演员就是这样性格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演员本身很努力 因为我们排练大概三个礼拜 然后其实大家其实是非常仔细的 在对每一场去做排练 因为拍摄期非常短 所以大家其实老实说 NG的时间非常少 每一个人都是把词准备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台湾演艺圈真的很有希望 因为这么新的新生代 可是他们却是这么努力 像那个宋伟恩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他其实是非常愿意放开自己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演员 这是我这一次特别开心 然后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因为这个剧它不是BL类型 因为其实就是 因为LINE虽然比较强 有一些BL的History的系列 但这一部他讲的爱情里面 比较多元 他其实也有友情 有爱 然后有所谓的男女之间的 等等的爱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 导致大家觉得是可以看的看点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特别设限我们是什么 然后希望大家在里面去感受生活里 每个爱的细节 对 刚刚就被下面那两个人搞成是激情四射 那两个人 这个歪掉歪掉 对 这不是一个纯BL句 但是我很惊讶 因为我看江点现在或杰如现在的样子 真的觉得他们好像 原来他们视力下可能真的不是这种状态 好 厉害 各位都非常的敬业 而且还要跳舞 韦恩 跳舞OK吗 杰如 你们那个跳舞的戏很大一场 韦恩 你来分享一下 杰如先讲 好 杰如先讲 我们花了还蛮长的时间在练习跳那个花儿子 然后因为他的过程就是一进一退 所以就会很容易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 我应该蛮长踩到那个宋伟恩的脚 OK 两位有很多对手戏 对 还行啦 但不会很常踩到 只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常会 呃 因为我觉得我跟杰如都是比较尊重对手演员的这种性格 所以一开始在工作上就会彼此都会偏拘束一点 然后我觉得在杰如身上是可以得到一种对手的安全感的感觉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是 虽然两个人可能都不太会跳舞 然后也会有一点拉来拉去的那种感觉 可是最后是有把这个舞练完的 然后拍摄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焦虑的 因为那时候那天场面真的非常大 整个那个拍摄规格都很让我自己很惊讶 所以今天压力也蛮大的 但也好险最后有拍完 是 而且很棒 因为导演刚刚有讲 这个拍摄期比较短 所以大家很幸福 很快就把钱赚到了 不会拖得很长 如果你接一个王家卫或侯孝贤 你们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江典你跳舞OK吗 跳舞因为其实我在里面有学一个 学男生部分跟女生部分我都有学 都要 对然后我一开始练的时候是跟李峰练 所以我是跳就是 女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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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角色 女生角色 然后到 然后就大家已经练差不多了 然后都已经熟悉了 然后突然要我换到 跟杰如跳 对 然后我就一直被向李如骂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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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骂 就是 就是 对就是 对 有点骂 有点骂 到底有没有骂 跳得不好是吧 被刀是吧 因为我一直会跟他撞在一起 OK 没练好 OK 拍子这个是天生的 我跟你讲 你们真的要很感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疫情很闷 但突然间觉得疫情线上记者会的好处就是 通常这时候主持人一定会叫你们出来示范一下 让媒体大哥拍照 今天不用 大家坐着就好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这个 哎 傅孟伯你放最后 你这个是前辈 所以你最后再聊 你稍微等一下 你就绽放你帅气的笑容就好了 好 来 银轩银轩银轩你刚刚有说你是一个戏里面就是一个很八卦的角色 然后但是你又说你是拉链嘴 所以现实世界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现实我我觉得我蛮不八卦的 我不喜欢去参与一些不管我生的事情 很好 那拍戏呢 拍戏对你来讲 就是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嘛 你喜欢这个氛围 或是大家一起那种讨论啊 拍戏啦 工作的这种场域吗 我觉得就像杰如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年龄都很相同 所以在拍戏 就是在排练的时候 大家 刚开始读本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大家就 满打成一片的 就是不会有任何 没有什么压力这样 所以在拍摄期间大家都非常快乐 嗯 了解 还有就是你要一只支草莓蛋糕 其实我现实不喜欢吃甜食 所以我在拍戏的时候 就我在拍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 饮食 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 所以奶油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大挑战 OK 所以真的像导演说的也 所有演员都在挑战自己的这个极限 唯恩要变坏 然后江点要变窄 然后杰如要变笑话 而你是要挑战吃甜食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食的 你很特别 就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热 所以我对就是奶茶那些 因为甜食太多奶了 我就 就很少吃 我应该十几年没有吃 哇 所以你为这个牺牲好大 你真伟大 十几年没有做的事情 为了讨厌 你就开始毛钱要吃草莓蛋糕 辛苦你了 好 那疫情期间你在做什么呢 你有没有什么 因为你你算是 哇你的IG追踪人很多 你有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或是你你特别想跟他们讲些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 我的我一直刚 就模特领域跟那个拍戏领域就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就是当初在当初在就选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压力三大 因为其他人都演戏经验就我比较没有什么演戏经验 所以对我来说 这真的是就是一大挑战 嗯好那你多分享一些你拍戏的心得给你的粉丝 好不好 让他们知道你现在是戏剧咖了 不是单纯的模特儿了 OK戏剧咖跟模特儿真的不一样 模特儿可能摆摆pose 然后漂漂亮 可是戏剧就要有很多走位啊 或者说很多人跟人的这个 不是连结就交流 所以所以真的辛苦你了自我突破了不起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问问这个江雨啊 江雨你有在戏里面的很很重要的关键 可是我们现在又不能讲 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你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场景 不管是你自己的 或是看到别人拍摄在这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 江雨 嗯我觉得我比现在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场在天台跟江点一起的戏 是 然后那一场就是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左右合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有一点恶对恶的感觉 对爆发出来了 对然后可是陆文在那一场也被这个有点坏坏的左右合吸引到了 对然后我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其实那一天就是太阳很大 然后我跟左右合对戏的时候一直看到就是对方转不开的眼睛 然后所以其实那一场还蛮挑战的 因为那一场我们的情绪不是快乐的情绪 但是又一直看到对方很搞笑的样子 嗯 这样对所以那一场我印象也蛮深刻 而且也是还蛮重要的一场戏 对我觉得拍戏真的很辛苦 你看刚刚就像李峰讲到淋雨的日子却是个潭流来袭 然后呢这个天台没有地方遮却要在大太阳底下拍一个比较爆发的戏 这个完全就是导演在整你们你们有感觉到吗 导演 在大太阳底下张眼睛是很痛苦的你激到吗 对但是我那时候一直很喜欢这个大太阳 我一直说这就是无间道的感觉 我想要的无间道终于来了 对 这当年梁超伟他们在天台谈判的那个我想走好远 对不起我还差一点那个场戏 OK太棒了 所以还有向经典致敬 谢谢导演的用心良苦 那江宇因为因为你有很厉害的师兄师姐 你现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来之前 或者是你进入这个整个戏剧产业的前前后后 他们有过给你什么意见吗 你刚刚我没听到 你的师兄 这就是在家直播的坏处楼上在施工太吵了 我就说你的西兄西姐 有没有给你什么意见来拍戏的前后 这样子 他就是一直跟我说放轻松 然后叫我不要紧张 你说柯震懂吗 对 因为我们其实我在拍这部戏之前 没有太常在见到面 但是他就有说 就第一次嘛 就去闯闯看 然后去玩啊 就放开来演 这样子 他一直叫我不要紧张 是 然后你的师兄太屌了 他就睡觉一万多人看他直播 莫名其妙 这是疫情的乱象 真是 你有想过你也来一次睡觉直播 看跟师兄PK一下吗 那不可能 大家一定都会去看他的 OK 其实根本就是关灯好不好 根本没有任何画面可看 好这算是疫情的特殊的回忆了 谢谢江宇辛苦你了 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而且真的跟你现在不一样 在里面你很很很学霸很书呆子 所以每个演员的可塑性都很高 但如同他讲的 这个戏呢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比如这个爱这个这个爱这个 然后这个又爱上这个 然后就又觉得那个很有魅力的 这样突然间在不同的场景 好维恩我们要回到你身上了 在浮夸的角色里面 其实你也是个文青 你也有个IG的帐号是放摄影作品是吗 嗯对 你们很喜欢开小号呗 这年轻人 好 那还有艺人摄影棚这样 来分享一下这个 在系里面因为你是一个前男友的角色 然后花了很多钱为了一支舞 现实世界你会愿意花好几万去买一支舞吗 应该不会吧 不会 但你觉得这个角色花这么多钱 买向杰如一支舞合理吗 那个钱对他来说一定是九牛一毛一点点 哦OK 九牛一毛 那你真正的爱情观里面是什么 因为这个角色感觉就是很很霸气 然后你真真正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是控制狂吗 霸气跟我自己本身有一点点雷同 然后 然后 控制狂呢 控制狂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像角色这么严重 对 然后那个 那个控制的 的东西就是可能是来自于 不完全感 然后我在我的 生命中也一直不断的修正这件事情 就是在我遇到的人事物 就都有在修正 那当然没有像角色这么严重 然后如果用一个形象界定我 本人的话可能就真的比较像 犬戏男友一样 就是会 贴心接送那种 下雨天地狱山那种 OK 所以你是很贴心的那种 但是本人有一点控制狂 就是比较像狗 马子狗吗 对 OK 其实这个反而也是控制狂 因为你也不想他跑别的地方 所以你就贴心接送 你完全控制他的来去行踪 这其实不是贴心 这就是控制狂 你就是不想他失去掌控 对 那个内心是会希望有 就是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人 是可以让你好好守护的话 其实是非常顺势的事情 了解 好 这里看得出来你是控制狂 你的头发今天是saddle的最精细的一个 还有一根有没有 一根 他一定要有一根在前面这样 好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特别出演 傅孟博 傅孟博好久不见 你好不好 啊 很好啊 好久不见 对啊 现在都只能在家画画 傅同学 对就是 把以前 以前会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做一轮 对 去年我们有一起回到母校 他是科班出身的 好那傅孟博这个角色非常的帅 你从头就是帅到尾 你要好好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哈哈哈 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拍这个角色的 特特特别的回忆 或者说哪一场 你觉得很难忘到现在 嗯 因为其实我是 我是做比较后面加入拍摄 哦 我刚好在拍那个 《无神之地不下雨》 OK 我记得我是杀青隔一天加入剧组 然后 我知道大家的年纪都蛮小 跟我有一段差距 然后 但是我的那个角色 画很多 对对 因为三八会很像在开一个演讲 对对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天到的时候 因为角色跟前一个角色落差实在是太大 嗯 对 然后 所有人都很认真 很很专注的 看我一个人在那边耍白痴 嗯 我还是讲错的时候 那个腋下的汗已经流到腰那边了 哈哈 一阵凉凉的这样 了解 对 这个角色呢 他出来的时候除了帅之外 因为他是个业务员 所以他不断的跟各个朋友推销 或者说是说服 所以词很多 然后有些地方要很精准 就是然后所有人都很认真在 在在过青春校园生活的时候 他又要有点搞笑 有点是真的是很奇幻的一个角色 你应 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渐渐的 对有点渐渐的 这也是很棒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戏应该可以继续拍下去 因为这个奥特莱斯可以继续营业 你有想过吗 导演 这个可以继续营业下去 可以有不同的客人来 然后傅孟博永远就是 就是最帅的业务员 有我其实有想过 而且我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在出书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做这个案子 我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比较少这类型的奇幻的 然后比较像科幻奇幻的这一类 那如果有机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系列 甚至有一个IP 那我觉得像傅孟博这样的角色 大家每个角色 我觉得未来在我脑中都有很多发展 对 太棒了 包括刚刚提到仙草影业的这个陈毅仙大师 帮你们所设计的这些场景 都非常的高规格 这不是开玩笑的这部戏超认真超用力的 那傅孟博你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哪一场 或不一定是你演的 可能你在旁边看到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场景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应该是结尾的时候 ok 我跟大家基本上是 里面四个演员我们都在一起了 然后 我跟江点跟李峰对戏比较多 跟另外两位女生比较少 我只记得 我脑海中有一个声音是 真不希望他们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 ok 我没有那么坏 对 对 戏里面 我没有机会 我没有机会好好认识我就要这样 是 那你跟韦恩的状态很像 都很怕自己的对手演员觉得 你好像就像戏里面这种坏坏的角色 有点 对就是 我们也不能讲太多 李峰刚刚有做一下反应 你是呼应这个哥哥的这个状态吗 对啊 因为那一场 蛮激烈的 对 感觉 我印象也很深刻 嗯 好 当然我们知道傅孟伯 绝对不是那个状态 但是因为戏 每个人都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包括刚刚讲 他要从另外一个剧组过来 他马上要 从角色 从那个状态 无神之地 变成这个状态 这都是演员的功课 最后想问一下傅孟伯 我要考你了 请问你在爱的奥特莱斯的编号 是几号 5287啊 5487 5487 再一次 5209487 再一次 5209487 每天中午是会有两期在LINE TV 跟LINE 天文传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待在家里追剧 媒体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 你现在待在家乖乖追剧 你就是防疫英雄 来最后 我们来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所有演员 如果你要拿一个优点去换爱情 你会拿出什么 谁先讲 维恩你先说 你有什么优点可以拿去换爱情 像这个剧里面一样 我不换 我不换 你不换 你要自己追求 对 OK漂亮 富翁柏 你有什么优点想换爱情吗 我 我 我可以拿缺点换吗 你这样 不行 人家设定就是优点嘛 对啊 比如说你不再那么帅了这样 缺点有时候也是缺点 好 那你说你要拿什么出来换 我觉得有时候太敏感 我觉得可以拿这个 你心思太敏感 OK这个换掉 这个真的换掉 太敏感好也蛮痛苦的 好 江典呢 你想换什么 你想拿什么出来换 异受体质 拽什么拽啊 异受体质 好令人生气哦 我们在激情期间 我下半身都是胖的 太过分了 OK好 这个是好像是个优点 是个优点令人嫉妒 江宇呢 你有什么优点 你想换爱情吗 我觉得可以用 5公分或10公分的身高 你这也是很恼怒人的优点 因为我觉得我扣完之后 还有160 应该还够用 OK 那你本来是150是吧 165 那也还好 170 可恶 好 接下来是杰如 你有什么优点 想来换爱情 应该会用 应该会用 心思细腻来换吧 因为真的就是 太敏感 你知道太多 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换掉 换掉 大智若鱼比较好 对吧 了解 跟这个傅孟伯答案是一样的 都太敏感了 李峰呢 你想要换什么 你想拿什么来换了 不是换什么 换爱情 我也觉得不能换 你也不换 你要自己追求 那很累耶 有人帮你服务啊 多好 那就 头发 我头发很多 头发很多 也是令人生气 可以给我一点法量吗 可恶 你们这几个人 好 银轩呢 你想拿什么优点 出来换爱情 可以不换吗 也不换 我也不想换 自己追求比较爽 对不对 OK 好 来导演呢 你想拿什么出来换 这是你发想的故事 很奇怪 对 我觉得疫情因为有感而发 我想要 让自己那个完美主义 或者认真程度 再少一点点 我觉得 人生开心就好 也蛮重要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可以趁这次的交换 把自己放轻松一点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 每三分钟就可以追一句 这样的放轻松的态度 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 呀 说得好耶 对对对对 可能完美主义者在这段时间 想完美都没办法 很多事情都停摆了 对不对 但你还是有在做新书的计划 有 而且我早上刚做完一场辅导金的简报 所以 我一直在忙着 你真的是 闲不下来耶 不像我们现在都需要自然醒 每天好快乐 今天难得设闹钟 为了要主持这个活动 好 谢谢所有的演员 辛苦你们了 谢谢导演 辛苦了 好 请大家支持爱德奥特莱斯 我是最有资格讲的 因为50集 我都看完了 我本来跟导演说 我要慢慢看 就没想到 我在一个晚上 我就全部把它追完了 非常的青春 非常的热血 而且很有梗 然后很有巧思 也很用心 谢谢各位 稍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媒体的线上平面的联访 那也期待我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相会 假设有庆功或什么的 我们希望能够真实的见面互动 最后提醒大家帮我们宣传一下 每天只要三分钟 你上个厕所 或是干交个花 就看完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 台湾优秀影视产业工作者的结晶 谢谢各位 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 你们别走 你们别走 知道我走 谢谢娇哥 拜拜 下次见 谢谢